王永庆的三房李宝珠昨天透过了律师表示 自己和王永庆早在民国46年就在香港登记结婚了 因此绝对是合法配偶拥有继承权 不过今天王文阳也出招了 您看到在新闻稿当中他特别拿出了族谱 强调三房并没有列在族谱当中 昨天王永庆三房了一连串动作 王文阳不甘示弱今天也发出了声明稿 痛批三房李宝珠只说他认识借由偏离事实的诉讼 破坏社会制度 王文阳也强调王永庆生前坚持一夫一妻制 不可能和李宝珠用已婚的身份举行婚宴 让自己犯下重婚罪 尽管四十多年来李宝珠随似在册 不过户籍资料从来都没有被登记为配 王文阳甚至是拿出了民国56年制作的族谱 上面只有列出了二房所生的子女 三房生的女儿全部都是事后认领的 似乎是暗指三房夫人李宝珠和他生的四个女儿 都不会被王家的列祖列宗承认